2. 是非由或自论 凡是之非 莫可于直 着之抗炎之斗 自度非业加盛 终至入患 由是之道骨 面是非 切勿挂怀 所有是非之本体 都是不可执着的 它只能给人们带来坏处 只会给人们带来不幸和灾难 因此 在我们面临是非的时候 切不可执着它 是非出现以后 让别人自己去论理 它高兴怎么说 就怎么说 不然的话 一纠缠在是非里 就会造成争辩 就要争辩谁真 谁假 谁正 谁负 也就要造成互相之间言语上的争斗 而且 往往互相都不服输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到最后 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谁是谁非 仍然扯不清楚 事态越演越烈 相互间的感情也就越来越坏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 乃至于引起祸患 更严重者甚至于出现残杀 死亡等等灾难 所以 我们明白了是非是不可执着的这个道理以后 在遇到是非时 就不要挂在心中 这样久而久之 是非自然会慢慢消失 因为其本体属无常性 所以说 面临是非不挂于心 既有益于自己 又有益于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